自外战之后,美军便打砸世界警察的幌子,遍布世界各个角落, 抢起或进入各种战争之中,争夺自己的命运, 财问自己的盗主打坐,虽说美军装备了非常先进的武器, 但在战争中却带略出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,让自己白白发射损失, 这一大问题便是比也不分。 战争内后,曾经在多次战争中,美军并将自己的人搬成敌军, 自其进行猛烈攻击,甚至还直接使用大炮轰炸, 最终打完之后才发现,把自己人给打了。 上世纪90年代,在海突击之战争中, 便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美军入战事件。 当时,美军派出的是自己的王牌陆战队,海军陆战队第一师, 哈曼与伊拉克军队进行了一方击战之后, 伊拉克军队仍然选择抵抗, 于是晚军展开了城市向战。 当时越来越降临, 对战争是爱团线属的两个人, 共有200多名士兵,便进入了那座城市。 谁知在这次行动中, 哈曼都不知道彼此的行动, 并且还都把对方当成了敌军。 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, 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宣战, 最后还出动了迫击炮进行轰炸。 直到天亮之后, 哈曼才发现, 这一面攻打的敌军, 原来都是自己人, 过度得这么难打, 一夜之间造成了30多名美军的伤亡, 让美军非常痛心。 至此之后, 美军便竭力发展电子信息科技, 努力研制敌我识别武器。 眼下, 虽然敌我识别问答器, 已经开始普及,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, 降低了预伤的动力, 但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, 让美军发生无故损失。 从客观假兜来讲, 不论武器多先进, 平时演练又多成功, 军队都能以并远战场上, 因整种干扰因素发生的一切意外。